伊朗外交部即将发布美国人权状况年度报告 已揭露过去四十多年里 美国政府针对地区国家 特别是针对伊朗的诸多犯罪行为 包括实施单边制裁 策划和发动战争等 他强调 美国政府必须对其恶劣行径承担责任 而在美国没有改变其对伊朗的敌对态度之前 伊朗对美政策也不会发生改变 很多关系都不意味着随着关系 美国政府和强调及民国政府 不一定会见这些关系 美国政府和强调及民国政府 和强调及民国政府、强调及民国政府 和强调及民国政府的强调及民国政府 强调及民国政府 然后能够以来的民国政府 这些事物的强调及民国政府 在新闻发布会上 卡纳尼表示 目前伊核协议履约谈判 相关各方仍在不同层面交换信息 而伊朗已经阐明其立场 即美国对伊丹变制裁是非法行为 必须尽早解除 而伊核协议履约谈判 能否继续进行并达成最终成果 则取决于美方是否能够更正其错误立场 在谈到伊朗同地区国家的合作时 卡纳尼表示 目前沙特驻伊朗使领馆的开馆工作 已经准备就绪 沙特政府已宣布其 驻伊朗使领馆将尽快重新开放 卡纳尼还强调 伊朗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地区事务 地区国家应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沙特区国家应共同维护地区 和国家应共同维护地区